老公今天我付生日 媽媽說我有新衣服穿 一會兒再來找你玩 原來協議趕緊滾 哦這孫子就新白了 媽 媽媽 媽媽 你還有個孩子 你不要動我的女兒 我現在就欠 我蛋不要欺負我媽媽 像小丫頭你憑什麼比我長 漂亮他連著他滑了滑了 我要我要 不要不要放開我女兒 娃娃 記住媽媽的話 一會無論發生什麼 你都不要出來啊 媽媽我要媽媽 媽媽媽 媽媽媽 你給我的女兒 就欺負你 你死了 老公 我簽字打死你 還把你女兒賣 打 你看 娃娃 活下去 醫部 一定要 活下去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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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大多 记住 无论如何一定要活下去 那年 村里的大火烧光了我的余生 只有活下去 很白在的血汁 我不仅没有死在村庄毁灭的那天 还在十五年后 终于遇见到了当年那种灾难的罪魁祸首 白 生 生 我们大小姐太傻这破 真的太能死了 白真正迷恋冷城 而冷江也是唯一的压制白家的存在 我必须要搭上这位冷家搭上 这还是你第一次来我家公司 啊 阿诚哥 我一会儿给你好介绍一下 忙忙走就走 我赶时间 老总真的好帅啊 怪不得白家带小姐会暗恋她 而且还是能一家唯一的继续人 嫁给她 可就是人人羡慕的航空寺太太了 你喜欢化妆是吗 没脸没皮 你喜欢化妆呢呀呀 你喜欢化妆是吗 我化呀啊 大小姐求求你饶了我吧 饶了你 可以啊 你就用这把刀 我还困的 然后才看着你 我呢 可以疯了 我呢 可以疯了 那我 七七 烦死了 都给我听好了 谁要是以后再敢 没脸没皮的勾引棱总 后果就跟那两个贱人一样 听到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带着口罩干 你长得这么成谁让你进的公司啊 白小姐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吓您的 公司找您师傅 我真的很需要钱 所以才能用心 他长得很安全 大活力 而且 你也不用担心 给你抢了 你 白小姐 您放心 我对人总 不该有一点想法吧 阿诚哥怎么会看上你呢 好 以后在公司 把口罩戴好 别吓到我姐姐 孩子 别难过 以后挣了钱 咱们去国外整形 谢谢你 孙爱 可现在 这条巴 还没到该消失的时候 怎么了大众 郭婉姐 我跟兄弟们都商量好了 就等你几条人散发了 好 随时联系 刻意 曹敌 王总 今天其实王总提的很安 小姑娘 这大晚上呢 班里多不安全 哥哥这么不常 哥哥 你叫爸 不会有人来就一道 白珍珍公司零食工 那别滚 赶紧滚 赶紧滚 不让我报警 老子 我现在就滚 进来吧 谢谢了 坐 你怕我 不不不 我是怕白小姐那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先让高秘书送你回去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自己转车就行了 查一下刚才那个名人 好 龙总 我不明白 刚刚为什么要救他 那个女人 就像一张白纸 可以随意在上面做话 而我 需要一个人 帮我抵抗联姻 明白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能总让我在这里等他 啊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啊 你怎么在这儿 啊 说阿诚为什么你都 哪个部长也 阿诚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阿诚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 阿诚 我说了让 阿诚 说了好 蓝总 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 我现在需要一个人 帮我对抗联姻 你愿意吗 我吗 是你 我愿意 只要能帮到你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毕竟 从来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过 一个月后 我会把你送到国外去找我 到时候回来陪我参加我父亲的生争宴 好的 蓝总 但如果 你还是不能让我满意的话 我会被彻底放弃 现在 你还愿意答应我吗 我愿意 蓝总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只有站在高中 才有可能让当年的火灾真相 重新贴着 好 那我现在让高晓妮给听着 总裁 这季度的报表给您送来了 我来帮你 白大小姐让你离龙总远 别妄想不属于自己 告诉我珍珍 谁说谁 还不一定 好痛 冷静 好痛 没痛 刚才跟我说 没关系的能走 这算什么痛呢 你脸让你帮是怎么看的 你脸让你帮是怎么看的 她是 老牛 我不用了 这味道 这光管个人在你身上 就在你身上 就把她的 老牛 并不是 你 我 我 就真的很 吴小姐 你现在已经彻底 从白师地方离职了 等等 帮我和梁总说声谢谢 您的意思我会传达了 总裁在会议室接待客人 您在这稍等 好 那我在这里等他 害我 白珍珍 你们家这手段低级的 我都要谢谢你的成人心理 冷冻 冷冻 救我 你在哪 告诉我 5个女人 医生说了 你的嗓子3天内就了 对不起人總 又给你添麻烦 以后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乱吃 听见他 展忣一生已经被我选到国内了 马上就可以为你盯著 展嵄走座 这一个月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在院里好好休息 有时间我肯看 別忘了一個月以後 我不僅送全金 放心孫總我不會忘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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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的生日宴 哈哈哈 我家今天晚上開懷唱音啊 哈哈哈 來來來 你家那小子年齡也不小了吧 是不是我把這婚事 定下來 我看今天晚上 就是個好日子 一會兒等成人回來就說他們 談完家的事 哈哈哈 好好好 哈哈哈哈 大小姐 我晚上消失一個月了 表無音訓 應該是上次我們究竟的害怕 我知道了 哦 我 排播 是 回來了 剛才呀 我跟你排播夫 還在說你們倆的事呢 哈哈哈 你看 你們倆啊 都不小 這婚事呢 趕緊盯下來了 是啊 真正天天在家念叨 我這耳朵啊 也被唠叨了 快起起 女大夫中流啊 爸 別說了 兩家長輩都站在我 文婉 鄉下來的賤丫頭 你都消失一個月 哪是 你們倆啊 多聊一聊 增進增進感情 畢竟啊 睡得快聽昏了嗎 哈哈哈 阿晨哥哥我們 不可能 我不可能說白真正正 我有小時候 你怎麼說什麼 我認真的 爸 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我你 爸爸 伯父您好 天兒 怎麼沒聽你說過 他是哪家前進啊 我從小無父無母 被一家農戶家庭收藏長大 原來如此 啊 也好 今晚吃 把你添添水的吧 冷到身邊啊 從來不缺那些前夫後妻的女士 妄想著飛上之頭 變瘋子 但那些上到台面的傢伙 從來沒有成功過 白博士此言差異 阿晨對我恩情深重 我愛的 是他這個人 無關他的身份 阿晨哥從來沒有這麼深深的看過我 伯父 我突然想起來 這位溫婉小姐 好像之前是我們公司的臨時工 當時他臉上有疤 我記得有這麼疤 這麼疤 但是你看他現在這般模樣 估計這臉上 應該是花了不少錢了 一個臨時工 怎麼能做得起折折 這個錢 肯定是來路不正 哦 對了 我對溫婉的一件工錢 錢是我儲的 你們有什麼問題 我 你以後可是要繼承我們家的財產的 你怎麼弄這 別客氣 怎麼說啊 吃膩了深深海味 偶爾想嘗嘗 輕有小子 無法 無法 更多況啊 我們兩家的聯姻 已是本身定督的事 我不會同意聯姻的 你 伯父 爸 你們也別生氣 既然阿誠哥已經有了喜歡的臉 那我也就只能尊重 要不是這麼對 我早就撕了這個小姐的臉 深深河你從小青梅竹馬 他整天念叨著你 你怎麼能把他帶過來 啊 難道你非要逼我娶一個鬼 聊了這麼久了 晚晚妹妹 應該渴了吧 我看你的樣子也不會喝酒 那 我給你倒杯茶吧 那就謝謝白小姐 這個 當我給你教訓 以後連兒承受不選 白小姐 你失敗了 現在 嗯 我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你為什麼要對我這樣 我看看 我得去ọn 阿誌哥 我沒有破他是他自走自演 閉嘴 就是你 白珍珍 前些天我不過就是跟冷少 多說了幾句話 你就毀了我的臉 更何况是现在的温婉 温婉和冷罩这么亲密 白小姐估计恨不得 把她疲惫了吧 就是就是 安诚哥 别说了 来珍珍 我永远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我今天要再晚晚去爆炸 我们以后别见了 来人 爸 晚晚受伤了 要去医院爆炸的 我会安排人 送温小姐去医院 但是你不许离开 别说你如果我今天非要的 送我 你不许离开这里 小姐 为什么 阿长 你救了我 我会救你医医 我们车瓶了 我小姐 你能带我出去的吗 来人呢 他俩给我分开 小哥 陛下 对不起少女 来晚了 站住 你真的要是出了这个门 我就 爸 你威胁我没有 我想叫你 我想起 只有我万一 你把人门 能走你 那场 是你自己也这么近到 都说人总不尽一色 我倒是要看看 外 gardening 文總 當時現場那麼多人 你強行到我這兒去買 一定做了 todos my life 啊我沒說什麼 沒有擔心 我這裡有 Jakò 拿去買這邊 我剛剛有100 你先走了 原成 我东西了 上次被冷车踹的地方还疼吗 这个支票你先拿上 早就不疼了我很安全 你伤得这么严重 这钱你留着自己买点补兵吧 大壮 现在新福村就身上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我到报成成功的那一天 这钱你还是你自己 大壮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磨叽叽的 帮我去联系媒体 宣传我跟冷城搬配的消息 记住 动静越大越好 好保证完成任务 老板 我问你了 你这家小孩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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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终于逮到你 有本事冲你 上次是我的 男方 你再要逮的话就要来帮你 我说你放开 喂 连总 男总你说伤了 你没事就好 等我一下 看来是我上次的你教学 够 男总我先别管他了 你需要尽快去报告 事实际活动会死到 我 你 您生生理伤了不重要 很快就能拆线了 没事 吃点小声而已 不重要 孙阿姨小婉 你现在变得好真确 你没认识 孙阿姨之前也在白氏集团当清洁工 不过您怎么在这 那个白蓁蓁 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跑给辞了 所以咱也用大银工 朗总 小婉是个好姑娘 以前可以少对人亲父 你可要对她好点 孙阿姨您别这么说 既然你们认识 那就让孙阿姨过来照顾 正好 咱们别墅也缺个王母 比医院的工作轻松一些 谢谢兰总 阿诚哥 晚安妹妹没在 我还想给你妈道歉 你还会道歉 哎这话说的 那我当时不是一手糊涂吗 阿诚我来给你送饭了 我 我 我完了还真心里手小 这饭做了得是四小二几钱 真的吗白小姐 谢谢你的夸奖 那你尝尝吧 我做了很多的 我不用了不用了 哎呀你就尝尝嘛 哎呀我是不用了这么有人 你现在立刻滚住我的外幕室 再多说一句话 叫保安把你拖出去 阿诚哥我 好了 注意不要沾水了 谢谢兰总 我发现自从遇到 你反而天天在受伤 我还没见到这么做 对不起兰总 给您添麻烦了 放心 遇到我以后不会这样的 毕竟我们是 走得过去 我相信兰总 以后私底下不要再叫我兰总 就像刚那样 叫我阿诚就行 好的 阿诚 孙阿姨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饭来了 你光顾着给兰总送饭 自己还没吃吧 这是我亲手跟你做的 快吃月吃 孙阿姨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还有一个女儿 脸上 也有一条像你这样的疤 看到你 我就想到她了 那她现在在哪儿 丈夫见她丑 说她是个赔钱货 把她推到河里去 她又是还活着 也应该像你这么大了 孙阿姨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行 不过 如果您愿意的话 可以把我当做您的女儿 好 哎呀 瞧我这脑子 我把证则给忘了 白真正把你养母找来了 什么 终于找到你了 你们要干什么 这要不是有人告诉我 我还叫你这小贱蹄子整容了 现在变漂亮了 走 跟我回村去 我家儿三儿媳妇 可不可能跟你回去呢 今天可游和你 大坤了 等今天生米煮成熟饭 你可救生我的脑瘤子 救你 哪里来的疯狂 她好好像 那你再请消瘟 行 小阳能不能有事 总裁 温小姐最近一直私里面收集白家的罪证 好 她怎么开始私自行动 难得 之前都是撞出来的 肯定是想救病 哎 小花 阿姨 怎么了 把被人盗走了 拿走 救救你 你先把孙阿姨带去医院 然后给我查一下温婉的下 多带的人 我务必要温婉安然无恙 哈哈哈 这么老说的真好看 马上有新闻了 我警告你呢 钱可不是白拿了 放心吧 白小姐 是啊 保证给你搬得漂漂亮亮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傻笑什么样啊 你要给你怎么装 是你媳妇给你装生孩子 生孩子 这下方 我儿子有了媳妇 还能在白小姐那拿一笔钱 养了这个小赔钱过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拍到映仗 啊 阿诚哥你怎么想着来我家酒店啊 文文在哪个房间 我我我不知道啊 阿诚哥你不能这么对我 文小姐怎么了 告诉我 婚婚在哪个房间 流人 阿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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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诚哥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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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被他们抓住 我还有很多事没做 我不能就这么被扣在刘家 你给我站住 你可是我们老刘家都是媳妇 给我站住 哎哎媳妇媳妇跟我家吧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算哪个蠢啊 你放开我二媳妇 你就是文婉的鸦母吧 放心 我会好好交代 阿诚哥 叔哥 你知道我一直在利用你 又会是怎样的反应 阿诚姨 文小姐的身体 并无大碍 但是受到了过多惊吓 我会给她开一些安神的药 好 你先下去吧 孙阿姨怎么样了 就是孙阿姨给我报的信 他让我去救了你 我已经把他送去医院了 暂时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没事就好 阿诚 你把我从酒店带出来 还打了白正正 白家那边 会不会没办法交代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跟想白家 你为什么就不能想想自己呢 哎呦 你为什么要去搜集白家的东西 你帮了我那么多 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 所以就去搜集了白家的证据 我想帮你 放心吧 你的养母还有养胸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谢谢你 阿诚 孙阿姨 你刚出院就别做这些了 那可不行 让别人炖鸡汤我不放心 快吃饮饿喝 等会快趁热把鸡汤喝了 以后才能长大高个啊 谢谢妈 小婉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不想吃容易的 我把鸡汤端走 不是 不是 我很喜欢吃 喜欢就好 小婉 我觉得那个农酒对你 好像是真的 我上次让他求求的时候 把他着急快了 真心吗 也许吧 冷成只想让我做完全依附于他的女人 可我明白 这世上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值得信任 谁让你进来 发神哥 我能把你已经救走了 就不要生气 出去 白家风怎么家不是事业的 你确定要为了一个外人 断了我们的关系 你把这个钱 我可以跟你一起 我就知道你嫌疑的 协议说我可以签 我也能承诺不再欺负温婉 但是你确定要为了温婉 奪取我白家的补偿 你不想签的话 你不想签的话 可以离开 签 阿诚哥让我签 我现在就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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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奖 白痴扎女士 有人举报你买评杀人 请过我们走一走吧 阿晨 阿晨 你怎麼來了 是寶貝 是 溫女士 你舉報白珍珍小姐 買雄和你的證據充足 你有什麼訴求 白珍珍 就算我無法搬到白家 但至少也要給你個教訓 我想讓他坐牢婚婚 你有病吧 把我抓進去對你有什麼好處 白小姐 我只是想讓做了壞事的人得到懲罰 我有什麼錯你胡說 你不過就是想要把我擠走 然後拍上阿晨哥吧 白小姐注意你的言行 溫姐姐 一個人 做人三思 你想把我的女兒送進牢裡 你想做其他人 這個桌子 你應該出去 是不是孫阿姨天天待在身上的嗎 怎麼在你這兒給我 快點 哈哈哈 這次碎的就是脖子 你曾嚇死 把這個協議輸一切 你會得到一筆虛額的賠成金 大家和和其見 坐下 喂 喂晚晚 晚上想吃什麼 我去看市場買菜 我可以去冷家做個吃飯 讓他家裡吃飯 是你的朋友嗎 我不是 孫阿姨你聽錯了 我一會再打給你聽 我同意和白珍珍合計 問我 你抱歉為什麼不提前國生呢 白珍珍剛剛打電話跟我說 是要曝光我被劉大偉欺負了 想毀了我的名聲 我 我是實在沒有辦法再去報案的 他還要威脅我 他還威脅我 不然我跟你叫 對不起 我 沒事 阿嬌 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先回去吧 我晚晚 好好好 你不會以為阿諂哥真喜歡你 把白假10%的股權轉讓給我 我老實告訴你 其實阿成哥 早就知道我把你养母 还有你养兄找过来了 不过 他选择隐瞒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医学救委啊 把你从傻子手里救过去 然后再陷入 他深情陷阱里面 你一个乡野村府 哪里懂得管理公司 你就算有股权又怎么样 还不是他随便说几句话 股权就要回去了 我真说 竟然还以为他是真的担心我 他去酒店救我的 有个人哪里有感情 都是为了利益 那我对于阿诚来说 至少还有利用价值 可白萧姬你 毫无用重 阳城你找我什么事 给你看我东西 爸爸 我帮你在白家要五分 虽然就有一点 但是我保证 白家一孔绝对不敢明目照 那个疾病 冷成的话和白真真完全相反 白真真信不得 男人的词 一样信不得 阿诚 谢谢你 你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 因为我心 爸爸 给我一个保护你的机会 你能走 我们只是在演戏 你没当着 哦 孙阿姨叫我回家做饭 我先走了 话回家一趟 我有话单独和你谈谈 好 找我什么事 啊 唱啊 听说你最近一直跟那个温暖 几千 白真真一直真的有 还需要 这样 我可警告你啊 玩玩可以 但是冷家的少奶奶 不可能是一个出身贫贱的乡小女 就算你们在搜索的一百遍 也改变不了我心里的小孩 你 你以为你真的能不能护肤那个女人吗 你以为你真的能不能护肤那个女人吗 我当然会得出 不像我 只知道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喜欢 你以为你真的能护肤 你以为你真的能护肤 当年你母亲的死 确实有过错 但是为了弥补 已经让你和白家联姻 巩固你在公司的根基 别打你那变态的控制于当借口 我告诉你 我不会和白家联姻的 你死了这条行吗 你 那 老白 你之前说过 让温暖离开你 我听 这个小小女人 我儿子 我用的是团团这 丢人的 准备一张 一百万的支票 今晚 交给温暖 怎么说一半疼一半 算了 只要这个乡下女人 我们离开这就好 奇怪 都这个点了 宋王你怎么还没点生气的 喂 温小姐 如果想救孙娟 就立刻拿一百万 来城郊那个飞机三顾 过时不够 喂 喂 温小姐 这儿 有一百万 拿了它 离开我 这好一百万 杨小姐 我劝你 还是你要先 否则的话 我有数种办法 让你离开我 劝你 那你去 好 我答应你 这 这种拜金的女人 接近你就是为了你的钱 你根本不爱你 您不遇到手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不问 是 是 这关键时刻 我为什么电话不接 一百万指标在这里 你快放开阿姨 老太婆 你别杀了小阿姨 既然你可以拿走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做什么都行是吗 好 那你就录个视频 说你是为了钱 激进冷大少爷 谁觉得那些饿都是装饿 我就放 这个 好 我录 现在就录 我让你站着我 谁让你站着我 对啊 没事的 三 我一定会叫你出去的 现在就 开始吧 我从来就没爱过了 我在他面前装的柔柔全是假的 我接近他 只是为了想 现在 你报算 对不住了温小 这个世界上 只有死人才能永远的保守灭 我从来就没爱过了沉 我接他面前装的柔柔全都是假的 我接近他 一切都是我要钱 问问问咱还去整个 去 你看看是你 啊 老总这 这不是你家的分析仓库 你前几天要去吧 温文肯定是受人威胁了之后才录的视频 我们现在立刻广告去 录音笔带上来 保留战区 好 疼死了 你帮我 哎呀哎呀 你 都没死 你 孙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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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你这个老太夫 让我们太多时间 孙二爷 你们做为何 我 爸爸他教就雖然他扔了好多血 我教教我馬上去 謝謝 你看我這麼多 你的姓姓女兒你怎麼叫他媽的 他自己下去 一家都騙子而已 你哭什麼哭 臉上那麼大一道八 到時候都沒辦法家人換彩禮 哈哈哈 嗯 還找我 還找我 媽 哭了什麼 為什麼連你也要離開我 說 到底是誰支持你綁架子愛的 哈哈哈哈 是老龍龍老爺子 魯小姐 看都不該屬於你的財貴 就該為此付出代價 媽媽媽我不在等他了 我不回家 我不回家 走開走開 不要關我 媽媽 Childime 這你們 我們現在就回家 媽媽我們現在要回家好不好 好 走 好 我們回家 好好過 好 你還沒聽過我做什麼 那我就想跟你去 我在被受养之前 跟我的亲生母亲相依为义 对我恨 可是突然有一天 什么都没什么都没声 您知道吗 都跟我妈一样 一样对我好 妈 那些人把整个村子都烧了 他们都没留下 连最后一分钱拆迁款都不用给了 妈 你说他们是不是应该得到成 你这种高高在上的 也会恰恶我们所谓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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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把老家離開這房間 讓我進去我一直擔心你的安全 為什麼要請問從我眼中存在的事 現在可以介紹這時候 海浦 皇上 纺織裡有一份露眼 你見了我之後把這個包酒給文��면 因為你只能當這些錢我衝來 在我的日子 你肯定加入 Activなんeye 你怎麼聊 我不會有事的 走 大臣大臣 讓你去到外面等候 高秘書你怎麼來了 郭小姐 這裡面是白玉星 謀害孫娟的證據 這些都是冷蔥冷氣炒的 是今天我才剛拿到 總裁說了這些你可以隨便使用 我要報警 好一會我給你去 這個綁架案這件事吧 其實裡面有很大的誤會 總裁他一直想親口給你解釋 但是你拉黑了他所有的聯繫方式 所以他才故意受傷拖延時間 可是現在他 放心吧 總裁不會有事的 對 對 他那麼厲害 他一定不會有事的 總裁給你安排了酒店的住所 還派了端人保護你的安全 所以 咱走吧 可是急診室門口需要有人的 總裁的父親一會兒就過來了 你們現在還是最好不要見面 因為 害怕產生誤會 走吧 千兒 一定會沒事吧 那是不會有事的 我根本沒有參與過孫娟的綁架謀殺案 這是我的證 總裁請您過目 白衣星 沈總要為自己做過的事付出代價 哎 你還是太年輕 把事情想的太簡單 你難道沒有其他在乎的人嗎 哎 我還沒想通知 請聽著你的破壞相位 哎 我可是旁人 我沒有嚇他 您涉嫌起綁架謀殺案 這證據存在造假行為 在查清真相前 將被限制行過 你給我們公告 孫安 我一定會為你討回公道 近日 白市機場總裁 牽扯到一起綁架謀殺案中 已被限制出行 集團股票大跌 這還只是個開始 白衣星 你必須為你所有的罪行買單 喂 文婉姐 你最近小心點 我看過那個新聞了 白衣星這老傢伙 報復性很強的 放心吧 我現在很安全 冷城派了很多人保護我 只需要等 不和你聊了 有人來找我了 好 孟小姐 文婉爺說他在醫院 再等一遍 他承諾絕對不會傷害你 自從出事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聯繫到白衣星 現在 他涉嫌綁架案 你又昏迷住院這麼長時間 請進 公父你好 冷城進醫院之前 交給我一件東西 讓我務必交給你 說 到底是誰 這是你把他害的 是老公 老老爺子 文婉姐 你看都不該屬於你的負貴 你就該為此不出代價 那玉欣這老傢伙 我們傻了 差點撐穿了七零羊 當時他交給我這個錄音筆的時候 太匆忙了 這段音頻我 文婉姐 這段音頻 是 剛從之前收到你被威脅的視頻之後 我讓我帶著錄音筆去救你 所以這段音頻是 是不是 他手動了 是不是他的手動了 龍城 你現在身體怎麼樣了 還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沒事 爸 論語你都聽到了嗎 二嫂 都是爸以此糊塗 給白玉行利物 這只是白家的冰山一角 這是王總收集的 關於白家一直在图謀 王家資產的證據 那麼多都是 白家一直寄予老家的財產 一直想通過聯姻的方式 達成目的 但是 在我這兒是 做了 全做了 伯父 如果想要白家徹底失散的話 還得辛苦伯父演一場戲了 對 要演一場 屁股所有的戲 族市集團總裁醒來後 與父親爆發激烈爭吵 其父重傷昏迷 不久後 將被送往國外接受治療 這個龍臣啊 真是狠心 為了一個女人 竟然把自己的父親送去了國外 爸 那 接下來該怎麼辦 離見了阿誠 還有龍臣 那是 還有溫婉那個劍 可惜啊 我被限制了租行 只能 你去 醫生說你雖然出院了 但還沒有完全恢復 我會好好照顧你 遺寸 說我不是我 你也不會受傷 媽媽 不怪 都是白家跟女兒 某個之間的關係 白真正和白雨寫 我懷疑 我懷疑是少爺 沒來著你 沒有事 我懷疑是少爺 愛情爸爸 我聽說你出院了 所以 客廳買了禮物來看你 希望你在搞什麼 禮物拿走 感謝你 我 我有晚晚照顧 我好得很 媽媽 孫阿姨那個事情 我爸爸其實是被冤枉的 你看 如果求欣有用 孫阿姨能復活嗎 你怎麼這麼咄咄逼人啊 我 阿成哥啊 咱們從小一起長大 你一定會幫我爸爸的 對吧 你父親幫的做 就要付出代謝 到家了 行嗎 啊 白金正冷靜 啊 都是我把那個劍 他在中間逃不離間 啊程哥根本就不肯幫你 我已經是白日星太太的書籍 你還要欣賞我們多久 誰想看你滅尾 你要幹什麼 就不能多抱一會兒吧 忙我了 你還要欣賞我們多久 不好 怎麼不怕 好好休息 別動手動腳的 再見 伯父 这次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晚上 我就要飞国外了 在连走之前 我一起句话 讲得一说 伯父请讲 你是蓄意借鉴成人吧 你别紧张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看得出来 成人是对你用了真心 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只希望 你得杀人的素贵点 伯父 我答应你 我一定不会伤害他 好 谢谢你我小姐 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我会快地看见 做你顺利 伯父再见 您说了吗 西风中坚持计划要重启了 因为我村子的地平 许多年前 不就是白石机场的买菜 后来村子昂出事了 事情闹得挺大 接日即晚再拖到新门 就是白家毁了新附处 绝不允许他们继续燃神 大正 我们找身边见一面吧 你怎么在这 这么经常干什么 被准做为谁 你有 逗你的 走了 妈妈 听说我爸来找过你了 他有没有为难你 不会的 伯父人很好的 对了 我刚刚你再打电话 打个谁 这不快到我们相遇一百天的今天日吗 我就想着给你准备一个惊喜 别问了 好好好 我问了 白家要重新建设幸福村了 文文姐 当年就是白家回了村子 不能让他们继续下去了 你保护好自己 其他的交给我 文文姐 我信心你一定能成功准备 准备 温小姐 我会你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 那大壮呢 需不需要我把他叫来 一起谈谈 你要在家做什么 哈哈哈哈 温小姐不用紧张 我现在可是在罪职 是谋害孙边的 钱一算 可不敢随便弄手 正是因为温小姐的举报 我最近只能呆在别墅里 借着看病的理由 才出来走动一下 该怪的是你自己的 你绑架害死孙军 我报警 只是为了给他求一个公道而已 如果我把你和大壮 何能博取冷尘同行的事告诉他了 你还要这个公道 要 是否是假的 希望想给冷尘打电话求求 今天在车里发生的事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是王婉的电话 温小姐是不是按错了 她应该是出事吧 你立刻给我查一下温婉的位置 跟我过来 不想你和大壮的事 被冷尘知道 你就乖乖的听我的话 我要是不亲呢 你 白月星 你很担心自己吞并冷家的计划失败 你就是一个胆小鬼 否则 幸福通的项目 也不会搁置了十几年才重启 你懂什么 那都是因为 王婉婉 你还在里面吗 王婉 阿城 他危险我 我来了 高桥报警了 白月星在服刑期间 私自外出 他还没希望 留下手 孙小姐 知道 出众孰卿 就一无所有 没事 走吧 爸怎么还不回来 喂哪位 白真珊女士 您的夫妻白月星先生 先知行动期间 您并外出 再自卑其他人 请您来警局一趟 什么 又被抓走了 孙岸颖 你刚出院就别做这些了 那可不行 让别人炖鸡汤 我不放心 快趁着喝 白月星被捕了 真的 但是因为他牵扯的案件太多 一时间没有办法调查警局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 请最好的律师 大少女 别这么真诚的看 阿诚 如果有一天 我是说如果 你发现我在骗你 你会怎么办 骗钱 我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行 如果 骗感情的话 不过你能不骗我感情 说明你是在乎我的 对不对 好了 别胡思乱想了 时间不早了 在这儿休息吧 我一定要尽快找到正当理由 把大壮带在身边 孙阿姨的事情 绝对不能再发生 该怎么和冷城开口说大壮的事呢 怎么是你呢 我 他受伤了 快小心医院 大壮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晚晚 那些哄经常伤害你 你为什么还是这么关心呢 他是在别墅附近出事的 我是担心他会对你不利 所以 好的 我们走吧 能走 听说您找人打死了 欺负过您女友的混混 这是真的吗 今早有人目睹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倒在您别墅附近 请您正面回应一下 拜拜 别怕 我觉得你就可以 我去请我我姐和我姐夫 他救过我姐很多次不会害我的 你们在污蔑他 不是你谁呀 我今天早上差点被人打死 我就跑到我姐夫别墅附近了 是我姐跟我姐夫救了我 不是你们查监控去 姐夫 快带我姐走啊 快 你们你们都让我为了 不是快别害了 哎呀快走吧你们 所以现在在你眼里 温婉是你姐 我是你姐夫 对啊姐夫 我我叫大众 你忘了你忘了你忘了忘 嗯 阿诚 他现在失忆了怪可疑的 我们还是把它留下来吧 你也太善良了 那听你的吧 嗯 莲花 从今天起 我要提高幸福村建设项目的登记 幸福村那个小地方不值得这么做 我呢 她是在通知你们 是在通知你们 并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 白小姐可真是威风啊 我看了车柳间 我的猜想果然没 你跟幸福村的相比 我手里有白氏集团 百分之十的股份 所以 也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白小姐请继续 我 诸位 幸福村的项目很快就会正式起 早点回去做准备 说吧 说吧 你和幸福村是什么关系 难道 你是当年火家的幸福者 白小姐 你想多了 我不清楚什么火灾 我今天来 只是为了要钱 沈丽海 沈丽海 他刚大学毕业之后 就进了白氏集团 跟在白一星身边十多年了 白一星很相信他 十多年起 难道他也是当年幸福村 火灾的幸福者 你找我什么事 默小姐 我是当年幸福村 受害人的后代 当年在外上学 侥幸躲过了一几 大学毕业后 改姓美名进入了白石器 刺激报复 默小姐愿意告我回自我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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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疑沈利海 伪造幸福村后代的身份 火灾同情 所以就没答应她的合作 但是我把合作是带来的 这是 看来 这个才是沈利海真正想后 我们说的话 沈利海和我见面的时候 一定有人在旁边监视 或者监听 所以才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传达消息 这里面的政权 肯定能让白石集团栽个大跟头 证据不要一下子就放出去 一点点来 只有放长线 才能掉大雨 万万 你变了呀 我记得我们刚见面的时候 你天天都在受伤 仿佛下一秒就要碎掉一样 但是现在的你 既聪明 又勇敢 浪辰 你不会知道 我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 好了 别说那些肉麻的话了 接着看吧 最新消息 由于被曝以次充好 欺骗合作商等多项行为 白石集团不仅股价大跌 还面临被多家公司起诉的风险 很快 一切就快结束了 姐 姐 冷成去公司了 你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身上的伤还疼吗 姐 我早就没事了 活蹦乱跳了 那天记者围攻咱们 我演的怎么样 下次不许再这样自作主张了 我还以为你真的失忆了 我不也是为了帮你吗 我当时被白家的人追上 我知道你一定能救我 我就跑到别墅附近了 你看我赌对了吧 我对得见 你一定要千万注意那个龙总 他不好惹 如果他知道了 你一直在利用他 可就麻烦了 嗯 我会小心的 阿传 你 你们刚才的对话我都听见了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遇见我设计的 那那天在医院 但是我想拿花瓣砸你的 我教他们 你看 彭不从一开始认识全都是假的 我故意把柔柔接近你 就是为了查清楚当年幸福错火灾的真相 让白家付出代价 你真明白 事已至此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会还请你花在我身上的所有钱 稍后 稍后我们就不乱用 你不能做好 海家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你现在一个人出去太别嫌疑了 难道 你就不想调查清楚是因为这相关 对不起 如果你 我现在不想看这些 下面是关于白氏集团的最新报道 沈丽海夫会长 为整个公司 做出了巨大的动作 是我们整个公司值得学习和精品的榜 对于他的确实 我是感恩 但是 我要告诉某些人 我白家不会倒去 你们就死了这条性 白真真是在宣战 但我们现在没有什么 力还帮我们城的消息了 大众被白家追上了这么多 到现在你没有什么 那就争夺幸福村之下 相信 我一定发现空气 我看你最近却得人 这样打算我对不起来 可是 哦 小婉 谢谢 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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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快快去找我錢 幫我一個小忙 這些錢 都是 你想讓我幫你出什麼 幫我除掉溫婉 去城之間 再給你 成交等等 你跟溫婉認識很多年 你 他騙我 我拿錢辦事 只看錢不認 還真是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出 你覺得溫娃死了以後 你還能活多久 這個是給阿傳買的新衣服 這個是每他買的一種品 還有你的呢 這些啊全是給你買的好吃的 你在這等著我去開車啊 對了 以後啊別默默唧唧的 有什麼想要的追跟我說就好了 你讓我快做吧 關婉姐 白小姐給的太多了 你就還進去了 為什麼 為什麼連你也進去了 沒有為什麼 啊 啊 啊 這 阿晨 阿晨 救我 啊 沒事 還去 無論如何 溫溫 你只是出去逛了個街 怎麼會這樣 溫溫 你再也没有机会 跟我争抢阿诚哥 阿诚哥 姐来说一点 小婉 她肯定也不想 看到你身心一串的样子 不许 那好吧 你好好跟她道个礼物 我一会儿有事 就先走了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小声 欢迎白氏集团大小姐 白真真女士 正好 大家好 我是白真真 下面我宣布 晋福村建设向 正式 他们三个不是死吗 我不管你们三个人是谁 现在赶紧往朱惠城 你们三个 乔窗打扮 半城死这本就是冒犯 我是温婉啊 对了不止我们三个人找你 还有人找你 谁啊 白真真女士 你事先绑架 谋害多人 现一杯炼掉手 给我们走上吧 你 你搞错了吧 那些违规的事情 那都是我父亲做的 跟我可没有关系啊 而且 而且我最近一直在公司 我的员工可以保证的 有没有问题 不是你三两句就能决定的 必须接受调查 请配合我们工作 走一趟吧 走吧 别以为你这点小技量怎么坏了 我还会怎么认识 放心 我们三个人搜集的证据 足够你翻不了身 白真真 人总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 付出代价 莫婉姐 白真真走了 现在该你处置他去吧 嗯 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 白真真已经被警察带走调查了 接下来 就由我来给他 我反对 你没有资格启动谢佛泽项目 就算你们三个没死又怎么样 你手里只有白氏集团10%的股份 根本没有话语权 谁说他没有资贷 给我债 男总 您和白氏集团的合作 已经断得一干二净 现在恐怕不好干预 我们的私事吧 自从白氏集团入狱以后 白氏的股价也是一跌再跌 现在白真真不在了 公司破产问题 值十价 我说的有错 我可以立刻注资10个亿 并且给你们配备专业的人 10个亿 太好了 我就知道 男总还是在意两家的交情 但是我有个提前 幸福村的项目 必须交给温文 一个项目 换一个工程的袍络 该怎么办你们自己选 龙总我们商量一下 我的人呢是有限 我怎么不知道10个亿的事情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啊 你万一不同意怎么办 可是那些不同 我说过帮你来回幸福村的项目 我就一定会成 龙总我们商量好了 同意您的提议 龙小姐谢谢你救了我们班师集团 这也不都是我的功劳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龙总 谢谢 龙总 感谢您的救命 龙总 感谢您的救命之人 是你的 是你 要干什么 要怪就怪你自己 都对了白大小姐 只有死路一条 黄泉路上惨兮兮 动你 我都嫌手脏 你 把他给我杀了 是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是龙总的私人保镖 你这两天有危险 被派来保护你 这两天只能委屈你住在龙总的别墅里 不要出来 龙总 龙总准备的水光还挺比真的好 一下就骗我了这两人 什么破地方啊 脏死了 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 是吧 慢慢 别想那么多了 过段时间呢 我会把白石几番收购下来 交给你 大理 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 不不不 我根本就不会管理公司 你不能交给我打理 但是把幸福村的项目交给我 可以 好吧 温婉姐 我看龙总对你挺好的呀 值得你头发重伤 太害羞了 好了 不了解些了 一会我请客 大家敬礼一下 好 我再撤 我就去一趟厨房 没想到 既然你这么主动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 谁就有事 我我还有事 我先把我回去了 爸 你非得这个时候打电话了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挂上孙子了 小兔崽子 你还能怪到你老子头上 爸 你半夜打电话 应该也不只是为了闲聊吧 有什么事 我看见白震震被带走调查的新闻了 既然一切都结束了 等过段时间我就回国 但白家妇女都不是生的灯 要万事小心 阿晨 你去帮我挑个头纱吧 好 我现在就去拿 嗯 你好 最近婚纱多少钱呢 月车 月车 是要你的命啊 怎么是你 关小姐好惊喜了 这么久不见了还记得我呢 你真有那么多证据 怎么可能出得来 你爸担心 你爸担下我所有的菜 为的就是烧 奉心 家人 你知道我这三个月怎么过来的吗 我吃不好 我喝不好 这都是把你所吃 但是这店里有监控 我要是个三传两队 你这是杀人凶手 到时候 再也没有人能帮得了你了 店里的监控 我都已经监团 阿淳哥一时把我回不了 而你 没人能救 看到我这之间 这个长期 才可以让你感受到 最要新次国家 最后 我只能忘记的死在阿淳哥一家 你千万万万 我现在就要你还我两天了 文文 这是你逼我的 文文 文文 对不起啊 耽误点时间 是 是 你先别说话省点力气 我先送你去医院 医生 文文情况怎么样 郎总放心 并无大 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出院 不是我当时 被注射了不明液体 他说我 文小姐管制的药 怎么会那么容易拿到手 您送一及时 并不会有您说的那么浅 谢谢医生 如果您还不放心 可以定期来医院复查 谢谢医生 麻烦医生 不要把晚晚的身体情况告诉他去 我知道了呢 摆阿 陈丹 快 别走 快 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怕吗 说这些没有地址 我发你了想要解药 就明天上午八点来见我过期不后 现在考验你眼睛的时候到喽 我来了解药在哪 别急啊阿诚哥 三个月没见 你就没有想我 我问你解药在哪 想要解药也可以 只要你跟我结婚 阿诚哥 你可要想清楚 要是你拒绝我 温婉可就是死路一天 白珍珍 白波夫现在还在狱中 你怎么能只想 别给我提那个老头 那老头就是个蠢祸 我要是想办法把他弄出来了 他要是让我嫁给别人怎么办 阿诚哥 我只在乎你 为了你 我可以连白嫁都不要 阿诚哥 娶我吧 娶了我 你不仅可以救温婉 而且 可以得到整个白嫁 我不会跟你抢的 你真的能给我解药吗 当然 好 我娶你 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去领证 等我们拿了证 我就给你解药 根本就没有什么 温婉你闭死我 而阿诚哥 只能是我一个人 阿诚哥怎么还不来 阿诚哥你终于来了 我们继续领证吧 不急 再等会 要是什么呀 来的当然是我 白嫁 有人来看你了 是真正来救我吧 我就知道 看来要让你失望了 是我 温婉 还难为你来 特定来嘲笑我 不过你别忘了 我女儿已经出去 她很快 就会复兴我白嫁 救我出去 她真的会救你出去吗 什么意思 阿诚哥 我只在乎你 为了你 我可以连白嫁都不要 娶我吧 娶了我 你不仅可以救温婉 而且可以得到整个白嫁 我不会跟你抢的 我抢你 我揽下的全部罪名 保贪图解 不止为了让她赶着 去跟老人结婚的 算算时间 白嫁真正现在应该赶到明镇局 准备领认结婚了 你 你猜她还会回来救你吗 这下白嫁妇女可以在牢里相遇 可惜啊 你没看到白玉欣真副气到发抖的表情 不说别人了 万万 让你带的东西你带了 不过带是带了 你什么贷款还需要带户口管啊 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当然 是终身贷款啊 走吧 我们去领证 冷成 我看你才是那个最大的骗子 两位靠近一点 先生 你的妻子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是不是 确实是我的不对 我回家就跟她道歉 万万 你笑一下嘛 要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第一天认识她 你回家再收拾 哎好保持住啊 三二一 鞋子 你看你笑的好开心哦 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人